接著我要請教吳德威領隊 那麼您已經受命成為 新的衛選龍的領隊了 您的感想 我的背景是來自於 這個科技新創 我的專長是科技 我的興趣是創業 我的夢想是棒球 所以今天有一個機會 能夠讓我圓這個夢想 能夠實踐 那我覺得是非常非常 人生也是很意外 也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對我來說 做衛選龍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非常有努力感的 我首先呢 要非常謝謝董事長 雖然董事長剛剛說謝謝我們的支持 但是對我來說 我是非常謝謝他的成全 讓我有機會實現這個夢想 讓龍迷都有機會 再回到那個美好的時代 所以我想邀請在座的好朋友 跟教練們給董事長補個掌 謝謝 謝謝 因為董事長的堅持 才能走到今天 才能夠把所有該做的事情 在過去這幾個月裡面拼湊起來 那當然 這是一個創業家棒球的題目 因為我們並不是 但是現在已經有一支完整的球隊 它是一個從零到一的過程 所以我也對這件事情特別感興趣 雖然柴米油鹽有很多事情 需要我們處理 但是我們會努力的處理 會做好準備進軍指導 另外我也要再次謝謝富邦 能夠割愛把這個葉勳章總教練 交到我們的手裡 然後讓他繼續帶領魏璇 因為當然葉勳章總教練 也是我的偶像 曾經在中華隊提國家手下 非常多的分數 在棒球圈也是非常有資歷的教練 所以我真的很榮幸能夠跟他共識 另外還有泰山 另外還有九龍 能夠一起能夠共識 實現這個夢想 我是非常的感動 那另外呢 加入職棒這件事情 我當然知道我這個任重道遠 在董事長的支持之下 我們的初心其實是希望這個環境更好 今天魏全龍的付出 不是成就魏全龍一直球隊而已 他成就的是整個台灣的棒彈 成就了多少孩子的夢想 將來有一天 他們能夠跟葉勳章 張泰山黃泉龍一樣 變成國家級的球員跟教練 職棒是他們的未來 職棒是一個棒彈大環境的一個縮影 所以呢 我也非常敬佩現在職棒的四肢球隊 比如說統一堅持了三十年 比如說中信 老闆對棒球非常有熱情 富邦不惜血本 也是投資非常大 那Lamigo那更是把這個產業 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所以都非常 我跟他們都合作過 也都非常敬佩 那我希望魏全龍的加入 能夠讓這個環境變得更好 能夠利用我的專長 把科技的元素 5G AR VR 帶進來 讓孩子 我的下一代 我們的下一代 不是只有在家裡玩 棒球的手機遊戲 能夠真正放下手機 走進球場 我們的孩子 能夠接續我們的青春 全家都可以來球場 享受體驗 寵物也能來 每一個人都能夠在球場 找到自己興趣愛好的所在 所以我非常榮幸 有這個機會 跟著魏全龍一起再出發 謝謝